會洗嗎 看這顆會洗掉 雖然聽起來很厲害啊 但是可能很多人 並不知道什麼叫做脂肪力 對 所以脂肪力是什麼 這個我可以先解釋一下 有時候你照鏡子 會看見你的眼周 好像有一些白白黃黃的 那些小小的顆粒 那個脂肪力是一般人講的 我們醫生大概講 他大概兩種情況 一個叫做 那一個叫 那什麼叫汗管瘤 汗管瘤就是我們的 汗管的細胞 我們講有血管瘤 一個汗管 那汗管細胞 它在發育的時候 有時候會產生一個 不完全的發育 那在皮膚表面 形成一個突出一樣的東西 然後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汗管 有些人是說體質 有些人是紫外線造射 就會形成一個突出 那摸起來大概 0.1到0.2公分 軟軟的 那常常跟它搞混的 那叫 那樹粒種是什麼 樹粒種 樹是一個小米那個樹 它就像小米一樣的 像白頭粉刺一樣的東西 那個東西就比較硬 你摸起來質感會比較 那稍微大了一點 大概0.3公分到0.4公分 剛剛洪醫師是用質感來使用 對 摸摸看是不一樣 可是那個是真的裡面 有一個白白的皮脂線 在裡面 你去挑是挑得出來的 那那種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子 常常一些化妝 眼霜 或是一些磨砂 磨砂樣的一個產品 用得比較不好 會有一些那個像皮脂線 會形成一個像坑洞一樣 皮脂線就沉積在那個坑洞裡面 那甚至後來會跟我們 皮脂線連在一起 就類似毛狼眼那一種東西 所以兩個是不一樣 那兩個不一樣 都不影響你的生理作用 不會影響你的生命視線 什麼都不會 沒有 侯醫師他會 他影響我們心裡的視線 美觀 是美觀 你看我這邊這一顆到底是什麼 去洗洗看 去洗... 他在外面洗洗看 他在外面洗洗看 可以現場洗 那鼻孔 鼻孔邊邊的什麼 我剛剛講這邊 那這邊大部分都是一些 毛囊眼這一類的 那這一類的其實都不會不見 你怎麼洗臉 幾乎都還在 很難會不見 然後那個如果你找那個醫美醫師 以前就是用一些冷凍療法 還有一些我們也想說電燒 可是現在新的都是用雷射 可是雷射如果說太深層 會留一些疤 那如果太淺層又沒有用 所以是滿困擾 所以黃醫師剛剛言下之意 似乎是說這顆肥皂 如果能把脂肪力給洗掉 我剛剛解讀有錯嗎 對啦 他講文言文言 你講白話 不過應該是要怎麼講呢 因為其實脂肪力你摸起來 如果說你 聚集的地方夠多顆 夠多顆摸起來 就像一顆一顆就一片對不對 對啊 那當你一片的時候 你洗這個 因為他剛剛有講到這裡面 睡腰痕 睡腰痠 它會讓你軟化你的角質 你軟化之後 你會發現你洗完之後 我摸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粗了 粗 你的心理作用就覺得 我好像有把它洗掉一點點 問題是通常會長這些 可能像脂肪 你剛剛講到這些狀況 很多都是在眼周旁邊 對 那眼周旁邊或者是你眼周的肌膚 跟你皮膚的肌膚是連接處 所以那一個地方的交接處 通常那一個地方也是薄的 不會像往下的肌膚 這邊的皮膚比較厚 那你想要這個地方就像你講 比較敏感或比較薄 一定會比較乾 那水洋酸本來就是 幫你做到角質更新的作用 如果說你濃度又更高的話 它都可以去痘了 這樣講起來 水洋酸根本不能天天洗 對 那如果說我每天又洗到眼周 那是不是眼周又是脆弱的 那變成說你眼周就可能就更乾 那我其實我也有買過這個東西 不過我不是 沈老師也是什麼都推出那本 沈老師你搬錯 皺高錯 不要再實驗了 因為我會分享 我覺得她有實驗精神 不過我不是來洗脂肪 我是因為其實像有時候夏天 有時候多少你可能流汗 因為我有在健身 肺炎有些痘痘什麼 我反而用這個來洗 是舒服的 所以這可以推嗎 但是不要用在脆弱的肌膚 因為像眼部肌膚可能就是不太適合 對 可能要自己要注意一下這樣 你這一顆洗身體對不對 我這一顆洗臉才是最好的 因為這一顆真的很厲害 而且它還不是每個人都買得到的 它是我朋友把我加到一個 私密的那種射團 私密射團 就是裡面有很多好看的東西 好像很開心 因為它是限量的 外面的人不一定買得到 這一顆最最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粉刺 然後針對那種深層的 可以把它吸出來像吸塵器一樣 感覺好厲害喔 第二個就是你老廢的角質 你洗完之後就會立刻被代謝掉 你的臉就像跟新的一樣 這跟剛剛第一點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不一樣 一個是粉刺 一個是角質 好粉喔 重點來了 這個當初為什麼呢 會讓我就是入手的原因 因為它號稱可以洗掉蠻蟲 蠻蟲 所以可以洗衣服 真的 臉上的蠻蟲 蠻蟲 你們知道其實每一個人臉上 都注滿了很多蠻蟲 這件事情嗎 有嗎 有 因為當初 不是那枕頭跟蠻蟲 不是 不是 那是皮膚的蠻 跟妳那個枕頭的蠻蟲 不一樣 因為當初我也是看到它的介紹 這樣撈撈撈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就是真的有蠻蟲 這種東西 然後蠻蟲它是 它是活在妳的皮膚的那個毛囊裡面 然後它是靠吸食妳的那個皮膚裡面 油脂來維生 我們的蠻蟲在臉上會導致 我們皮膚可能會過敏 有皮屑 搔癢 長痘痘 什麼粉刺 粗糙 老化 細紋 蠟黃 我感覺硬廚加入的那個社團 有一點怪怪的 真的辣 然後我就想說 那它就說 你市面上只有這一顆肥皂 可以把你的臉上蠻蟲洗掉 剛才妳講的那三大功能 其實 菜瓜布都辦得到 對 菜瓜布不能洗 菜瓜布不能洗 你只能把它洗掉就好了 我只是誇張啦 你想要就是第一個去角質 就是妳有物理性的化學性 所以用力搓就行了 對 第二個那個它說粉刺吸出來 其實粉刺不是吸出來 是妳把角質去掉之後 它就露出來 妳比較容易跑出來 所以是不是菜瓜布也辦得到 就是強力去角質 那那個蠻蟲一樣 妳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妳用比較強力的去角質放 把它也一次掉下來 所以我就在想 其實那只是一個 強力去角質的產品 所以我們的臉上是真的都用蠻蟲 對 這個是我比較壓抑 我真的不知道 確實有些有 真的 真的喔 之前有些妳會看 他們真的有一些共生的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 妳要除蠻蟲 還不如好好的 把妳的皮膚清潔乾淨 所以有很多人 尤其是男生 他可能說要我監視 通勤組騎摩托車等等 對 他回到家可能就用洗面乳洗一洗 那殊不知 其實在空氣灰塵中 有很多是屬於油溶性的髒污 那油溶性的髒污 基本上妳用水溶性的洗面乳 是洗不掉的 妳還不如去買一個可能 卸妝的產品 對 反而妳的粉刺那些 基本上每天依照妳的膚質來選擇 簡單的清一清 妳皮膚就可以維持到 一定的清潔的功能 又不會把多餘的這些油脂洗掉 因為它那個是黑色 搞不好 因為我沒有看到它的成分 搞不好這裡面 因為它是神秘社團 我真的沒看到 神秘社團 所以 我是一想要入慧 搞不好它很厲害 對啊 搞不好 所以我一想要入慧 我可以幫妳加進來 那個黑黑的洗 搞不好是有黑碳粉 也不一定 因為它會吸附油脂 不然就黑碳粉嘛 對啊 它就會吸附油脂嘛 所以妳吸附 我們都常常講說 生一個小孩就會變笨 妳們三位就是 可不可以好好的表現一下 讓我們知道 女性其實是有智慧的 可以 好好一個出現一下 妳有生一個小孩好嗎 可以 所有內心有粉紅色泡泡的少女們 我現在推薦的東西出來 妳們的堅決 我跟妳講 每一次媽媽不是要做臉嗎 對 她不是會用那什麼導入棒 在妳的臉上一直這樣 一直刮 然後妳也沒有那個 美國時間去慢慢的運動 所以我要推薦的東西 就是 妳站著都有一個導入儀 在妳臉上 站著 而且重點是 妳用上去之後 老公看到妳會笑 那是什麼啦 那是什麼啦 而且還有耳麥 那是什麼 妳還怪一個耳麥 為什麼 妳 我跟你講 這個導入儀呢 它就是在接妳的耳垂 跟它這個夾子上面呢 它其實會有個鐵片 導電嗎 對 然後這個 這邊有個白色可以拔掉 白色拔掉之後 它開始就是可以通導入了 我會被電放是不是 不會弄 我會電 正目離子 然後這時候 妳就可以夾在頭上 那妳所有在敷 妳看起來好愚蠢喔 我覺得滿可愛的 當月客人 請尊重一下 妳現在到底現在有開嗎 妳現在開在導入的時候 妳是沒感覺的 因為我現在臉上沒有濕的東西 如果我現在有敷面膜的話 液體 它的面膜呢 非常快就會乾掉 因為我可能以前敷這個要二十分鐘 但我用導入儀之後 十分鐘不到它就乾了 它就乾了 不會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呢 也是Made in Japan 哇 厲害 我想知道就是 妳帶這個導入儀在頭上的時候 Ben說了什麼 但是妳為什麼要這樣問我 她沒有想要帶妳去看醫生嗎 她就知道我問我說 妳在幹嘛 我說 哭臉啊 怎麼了 不過因為她剛剛講說 這是正負離子的原理 對 那因為妳今天正離子 它就是導出 負離子就是導入 那如果它是正負離子 就好像有一些按摩的 儀器的美容棒 它是妳要碰到妳的皮膚 自己要自己有靠那一種 正負離子的微電流去跑的話 我相信妳的皮膚 可能它會有一個作用力 讓妳覺得好像我強制 把這些保養品推進去的原理 不過第二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心理作用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她就興奮了 所以我覺得 理問又高了 對 因為我又乾了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會有感覺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我以前有遇過一個 專櫃品牌的櫃姐 他們就是有辦活動作簾的 然後他們就剛好有三張床 然後每一張床就會有一個 類似這種導論 它叫作簾的那個客人 要握了兩根棒子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正負離子 一樣的道理 有... 還有正負離子 你看這正的 正負的 那個幫妳作簾的美容師 它就要用一個 是連在這個機器 那兩根棒子的一個 也是金屬棒 幫妳按摩妳的臉 拿插保養品導入嘛 是不是就類似這個原理 結果那個美容師拿錯棒子給她了 蛤 拿到按摩棒 沒有 她拿到隔壁的棒子給她 正正的 所以她就握著隔壁的棒子 在她那邊坐著 但是她本來就根本就沒有通 你知道嗎 不過她坐完 她說 太棒了 沒有 我不是說那個東西沒有用 我知道這樣 她的心理作用也會有 單位置效應 對 所以呢 做這件事情就是你要保持愉快 我相信她有功能 不過你要保持愉悅的心情 去擦把東西 我們要認真地相信她 功能就會更難 那請問 這個KT貓的面膜導入儀 現場會買的 請舉手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